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楼顶菜园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我楼下挖我在院子里面种的地瓜 在这之前我要和大家探讨一下 关于地瓜保存我遇到的问题 就是我之前最早收获的那一批地瓜 基本上坏掉了一大半 然后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原因大概有三个吧 第一个就是我收起来的时候把它的表皮给弄坏了 然后我没有及时的让它去晒太阳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收获的时候温度太高了 就是那个时间是不适合收地瓜的 然后那个时间收起来的话它会发芽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因为我这边是栏方嘛 栏方这边空气的湿度比较大 然后我就把它们全部堆在箱子里面 然后那个东西给盖起来 然后那时候它的湿度比较大 温度又比较高 然后正好适合这种细菌啊真菌的生长嘛 然后它就坏了 然后闻起来就是那种甜甜臭味很恶心的那种 我切开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中间都已经变变色了 还剩一点点紫色的 紫色的 然后现在我就可以闻到一股又又甜又臭又那种很奇怪的味道 我把它给丢了 这种东西最好就不要做肥料了 你不要拿去施肥了 感觉 不要让这种菌跑到我的土壤里面吧 我就拿去当垃圾丢了 我再补充一点就是 如果我在气温还很高 然后湿度又比较大的时候 我把地瓜挖出来 我要怎么做才能让它不变质呢 我觉得可以我们可以去弄点炒木灰 就是草木灰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就是挖出来的时候马上裹草木灰 然后拿到太阳底下去晒 晒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 然后放在通昏阴凉的地方 然后再铺一层那个找个箱子 铺一层 铺一层倒壳炭 不是倒壳或者最好是倒壳炭 但是倒壳炭跟草木灰是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倒壳炭它只是炭化了 它叫生物炭 那草木灰是烧成灰烬的那种碱性比较强 但是倒壳炭它的碱性就没那么强 然后也不会有混沫状这样 所以说就是一开始 一开始挖出来消毒的时候要用倒壳炭 不对不对 一开始挖出来的时候 挖出来的时候要用草木灰去消毒 把它的那个剪断的口 跟那些磨破掉的伤口全部消毒一下 然后你再来去晒太阳 晒完太阳以后 把它放到装有草木灰的盒子里 晒完太阳以后把它放到装有倒壳炭的盒子里 然后就是一层倒壳炭一层地瓜 然后再一层倒壳炭再一层地瓜 这样把它麻起来 这样是 我觉得这样子基本上是绝对不会坏的 因为倒壳炭这种东西 它就是可以给你吸槽嘛 然后让你保持干燥 大概就是这样了 好话不多说 现在我们就去楼下挖地瓜吧 走 2 匠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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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